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香情说事》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 1967年发生在香港的历史大事 这件事按照不同罪述者的立场 一般都会叫做六七暴动 或者反应抗暴 而这件事上可以讲得上 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 大大地改变了往后港英政府 对华人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走向 每件历史事件的发生 都会有前因后果 我们尝试整合了以下几个角度 去探讨六七事件的原因 首先把时间拉回到1945年 二战胜利之后 各共又再来战了 大量逃避内战的难民来到香港 造成了香港战后人口急增 支持共产主义的势力 在香港开始活动了 亲共人士开始成立了工会 甚至我们往后会出现的工联会 等等的组织 1949年随着中共的上场 边境开始落阶 我们之前在《逃港潮》一篇里面 都有讲过 未看的记得看回 而这一批逃难来到香港的人 已经再无后退之路了 只能够留在香港继续生活 大批未有去到台湾的中国国民党 军政人员 逃难南下来到香港活动 同时大量中国共产党的政工人员 也开始进入香港了 造成了香港左右两派对立 左派就是香港的亲共人士 即是跟共产党有接触的人士 而右派就是亲国民党的人士 1966年5月 文化大革命在内地发生 香港的左派为了想立功 而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出来 一直都待机而动 碰巧在1967年 因为大量的劳资糾纷 因而提供了机会 当时社会上不论是左派 还是一般市民 都将社会的不安责任 全部推卸到港英政府手上 港英政府由开放初期 去到50年代 很多时候对华人的政策都不闻不闻 不愿意去了解 亦都不想去了解 甚至不会识得去良善地处理华人的问题 慢慢迹迹迹就在文革去到六七事件的期间 一次过爆出了 1950年代 武功英文书院校长兼创办人 立法局议员 和市政局副主席杜叶石英女士 初初来到香港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1951年 杜太太初从内地来到香港 有一次走到九龙城街市 遇到一个英籍警员扯着一个女小番的头发 硬地把她拖走 理由就是说她非法贩卖 强行收取保护费 杜太当场与警员理论 为什么不能用其他方法处理非法贩卖的问题呢 杜太在他的书里有提及过这件事 原因就是直指当时警察濫权 贪污成风气压老百姓了 当时的杜太因为住过在辽屋区 亲身体验过基层市民的痛苦 同时他也接触过不少白人 了解到当时警队贪污腐败到入骨的地步了 他更加益述说 遇到二战后退役就加入香港警队的英国人 这些人坦然入境队的目的 都只不过是想贪污露出一大笔游水 当然贪污这个问题就不单是英籍人士有的 华籍人士都一样 贪污成风笼罩着整个警队 乃至整个社会 1960年代由于中国内地不断有难民 逃难来到香港 令到香港的人口短时间里急速上升 当时香港的人口一半都是低于19岁的 大量人口生活在生活条件非常差的辽屋区 低下阶层的市民生活都非常困苦 有饭食但不一定有瓦遮头 低技术劳动力虽然大增 令到不少制造业甚至乎生产力大增 开始庆成了 然而由于缺乏了政策的配合 面对短时间急速膨胀的人口社会 牵涉了不少问题 劳动力带来了经济增长 制造业工人的平均人工虽然在60年代初 已经比起之前升了超过一倍 又在六七暴动前再升一倍 但仍然追不到当时的物价升幅 再加上上面有提及过民生和福利不足 以及居住云的恶劣 社会问题越来越严峻了 改善民生和保护劳工权益的条例和法规 一样都没有出现过 以医疗为例 当时公立医院能够提供的服务非常有限 普通科门陈通常一大早上就派了些丑 另一变相市街医生的收费高达10元 连中药都要3-4元 普通打工仔根本应付不了 当时工联会就为劳工提供了2元的夜诊服务 填补政府在基层医疗上不足 而深受劳工支持 为日后获得市民支持 垫下了重要的基础 1966年4月 天星小轮宣布加价 每程由2毫加到2毫五先 由于当时未有海底隧道 所以往返九龙和港道 基本上只有杜伦这个选择 因此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天星小轮宣布加价之前 杜叶薛恩在1965年11月 已经收集了超过2万名市民的签名 强烈地反对加价这个安排 但政府不但没有疏道民意 反而进一步激化舆论 港府先后增加所得税和新风税 甚至乎汽车牌照费、邮费、廉终局屋租、停车场收费 令到舆论不满政府不单止对天星小轮加价坐视不理 更加带头引起了不同的加价潮 到交通资讯委员会开会讨论 是否应该批准天星小轮加价的时候 除了杜叶薛恩之外 委员一致赞成批准天星小轮加价 参与会议的仪和主席 天星小轮董事局主席 卓礼士更加表示 不愿意坐头等的人可以选择坐二等 一时间舆论哗然激发市民上街抗议加价 并且引起了九龙连续两个晚上出现騷动 结果港英出动军警镇压 最终造成了一人死亡 十八人受伤 一千八百多人被捕 这场大型骚动 市称为天星小轮加价暴动 或者1966年九龙暴动 也正式为港英政府管治危机 敲响了警钟 上面说到由于社会问题 令市民看不见未来 加上港英政府忽视了和市民的沟通 当时社会就像一个火药库一样 小小的声火 足以燎原 1966年5月 中国国内发起了文化大革命 同年12月3日 澳门发生了123事件 起因是澳门外岛 毁制街坊 修建小学校舍 但受到澳普殖民政府阻撓 于是澳门的左派团体 连续一个星期去到澳督府门外抗议 但新任澳督 加洛被一直都拒绝接见 直到12月3日 警察到场驱赶示威者 澳门新卖路一带发生暴动 困中沿途破坏了政府机关和统杖、石像 当日傍晚澳普政府宣布戒业 蒲军打死了8个人和打伤了200多人 在澳门居民持久的抗争和解放军包围之下 事件在第二年1月29日 澳督签署了认罪或答复书作结 澳门左派大获全盛后 香港左派分子纷纷去到澳门祝贺 并学习他们的斗争经验 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员会 亦受到鼓舞要在香港发动类似的掃动 1967年4月在港岛西环和九龙新葡江 设厂的香港人造花厂爆发工潮 工人们不满资货制定的新规矩 4月底脂肪业生意收缩 唯由解雇了92名员工 脂肪后来更加关闭了西环总厂和新葡江分厂 被位于九龙新葡江大友街分厂外结集 抗议资方无理解雇工人 警察防部队和工人发生冲突 21个工人在此事中被捕 事件触发后持续大半年的5月风暴 左派阵营指出港英政府对他们做出无理迫害 同时在5月16日成立了 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 简称就是斗委会 动员群众上街抗议港英多局的镇压行动 由5月19日开始 左派学生、工人和左派机构职员 每天分批去到中环上压来不到的港督府进行抗议 人们空前扣了毛泽东的人像 甚至扣了毛语录的章 首持毛语录分批前往港督府 示威群众在港督府周围贴了数以百计 充满文革语言的大字报 5月20日凤凰电影公司一百多个员工 和左派银行界员工去到港督府抗议 而第二天就有左派学校教职员接手 去港督府门外进行示威 连续几天冲击港督府的运动中 港督府都相对非常克制 容忍示威者去到港督府示威 后便和平散去 当时港督府和部分左派领袖达成共识 默许左派示威者在港督府门前进行和平示威 但当晚港督宣布了 为了公众利益起见 政府将不再容忍20日的非法集结 与滋扰公众安宁的示威行动 即使如此 民众依然继续进行游行 而下一个大型游行日的示威期 就是5月22日的5月22日游行 5月22日上午 前往花园道港督府抗议的左派群众 执意冲击花园道口的警方防线 引发流血冲突 在域多利王后街 有左派分子驾驶巴士 开足马力 冲撞在场戒备的警员 当日在中区的冲突中 有15个伤者送院 其中一个是警察 左派媒体宣称有几百人受伤 当中重伤者超过100人 另一方面 有媒体称左派示威者 将红水银故意撥到自己身上 製造警方粗暴镇压的证据 为了防止 左派分子在入夜后继续製造事端 港府宣布香港岛宵禁 冲突发生后 港英政府颁布法令 反派发煽动性传单 将贴煽动性或煽动暴力 破坏警方忠诚性自据的海报 散播反政府言论者 警方有权作出没收 绍毁 驱控 7月初起 冲突不断升级 左派工人在斗委会指挥下 在街头多次襲击警务人员 警队开枪还击 7月9日 有暴徒向官堂警署投入土制炸弹 7月12日 由于暴徒的暴力升级 以及发动炸弹襲 港府在香港岛和九龙都进行宵禁了 是暴动发生两个几月以来第一次的 去到12日 大埔乡市会会所压生了土制炸弹爆炸 7月16日 港九游七总工会会员 蔡南 朱日基被警方击毁之后 斗委会和游七工会 为首的左派团体将行动升级 作为城市炸弹战 又称之为遍地菠萝 这里的菠萝就是对土制炸弹的代理词 左派分子包括以空的罐头 用来做土制炸弹 又利用珠光汽水的汽水瓶做汽油弹 用来襲击警署和警缸 亦有暴徒用强水 从高处襲击经过的警车 气候、巴士、电车都遭受到襲击 而左派型犯的学校 将实验室用作为土制炸弹的生产工厂 因为苏联演变做炸弹集击 港股要求驻港英军协助 8月4日 香港政府得到英军协助派出军用直升机 军送一警塔去到位于 北角数国恐怖组织的据点 军警分别从直升机空降到大厦天台 甚至乎在地面发动突击 上下甲工豆卫会 位于英王道和唐水道交界 大型国货公司 华丰国货所在的桥冠大厦 皇家海军的直升机 先直接降落在桥冠大厦的天台 军警随即进入大厦里 逐家逐户搜捕左派恐怖分子 主要目标之一 是位于A座24楼4号室的学友社 警隊在大厦里 搜出了各式各样的炸弹和武器之外 还发现了设备完善 甚至乎撤入手术室的战地医院 豆卫会发动的街头炸弹襲击 除了扰乱了市民生活之外 导致人心惶惶 更加造成了很多名市民无辜死伤 包括北角、清华街 有一对年近8岁和3岁的年幼子弟 被毅装成礼物的炸弹炸死 这宗惨案震惊了香港社会 其后林彬在商业电台 以《欲罢不能》为节目做主题 饥讽了左派不得民心的恐怖活动 譴责左派暴徒为 无耻、无良、无能 故障、邋遢、下流战家的港共分子 8月24日 林彬离开窩打老道山寓所 前往商业电台上班 途中遭到伏击 两名乔章成为收路工人的左派暴徒 将林彬驾驶的汽车折停 再放火将林彬和他同车的堂弟 林光海笑到重伤 两人分别在8月25日和8月30日 在医院双重不止 炸弹袭击浪潮去到10月仍然始终 10月13日 一名英文中学就读的学生 在装士登道炸弹集击电车事件中遇害 同日联邦事务部次官 石保德分着抵达香港访问8日 左派分子将炸弹集击升级 右驱使左派学校的师生 在鄰近啟德机场的九龙城 各个主要道路放置炸弹 在石保德访港期间 发现的真假炸弹超过600回 左派分子在各区放置真假炸弹的行动 越来越失控 气候连左派学校、机构的门口 都出现炸弹了 炸弹集击浪潮 甚至乎波及到左派自己了 市民对左派和在背后支持暴动的中共 产生了厌恶、日益加深 同年12月中旬 周恩来要求香港的左派 停止炸弹集击浪潮 持续8个月的左派暴动 终于告一段落 六七事件暴露了中共长期经营的统战网络 而这个网络亦都一次过被这件事差不多 完全摧毁 再说左派亦都对中央产生怨恨 感觉到被北京背叛 被围困的自我封闭心理 渐渐和社会隔绝 左派自此就被挂上左仔 这个不太好听的代名词 直到今时今日依然存在 而响应运动的工人 亦都再不能够回到原本的工作 感觉被工会遗弃了 生活无衣 有些更加因为坐牢而凄离之身 更甚的会因为暴动 而家人对他们产生怨恨 学生的前途受到影响 几乎无法升学 六七对港英政府来说 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明白到一定要在民间进行改革 要争取民心平息民分 政府于是就马上推出了一系列的就业 和失业保障 亦都保障了工人的工事 工资 劳动条件等等的项目 更加为市民 特别是华人提供了免费教育 公屋 交通运输 等等一连串的社会福利 和勞工改革 更加开始了聆听民意 和解释政策的民政署 务求令到香港政府 能够对市民的诉求 作出一定的回应 亦都打开了日后 港英政府的房屋 工业 民生 和经济的利民政策 我们往后都会讲一下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不妨like share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